亲爱的朋友大家好,欢迎来到雨洋开运小学堂,本集要来教大家,随身就能招财的秘法,钱母西钱法,大家准备好一起上课了吗? 首先,什么是钱母?简单来说就是,钱财的守护之母,是一个自古以来开元节流的守护。 很多人会趁年节时到庙里求八财金,或领取钱母,选择上有些是钞票,有的则是一块钱的铜板,但说到哪一种的吸钱效果比较好呢?答案是铜板,因为铜板会发出枪枪枪的声音,这种钱币敲击的声音,有钱引钱的功能。 不想排队或抽不出时间去领钱母或求钱母的朋友,自制钱母也很方便,做法如下。 第一,将钱币清洗干净,净化。 第二,在红包带内装十个十元铜板,有时全十美的意思,可招财运招服器。 第三,或将两枚铜币放入红包带随身携带,象征财运滚滚来。 记得,如果是借来的钱母要将她们存进银行,象征吸进更多钱财,好像母钱升水钱,越升越多。 如果是做外商生意,或想拓展国外业务的朋友们,也能拿外币自制钱母,放入红包带里或存进银行,也有同样效果。 性命捡到钱的时候,可以将它们放入红包带里随身携带,有助个人财运的提升,或放入聚宝盆中,让小钱变大钱,大钱再生小钱。 不管是哪种形式的钱母,最重要的是心承则灵,平时满怀感恩的心,有能力时多多帮助他人,才有机会达到钱滚钱的效果。 在风水招财上,聚宝盆是最受人欢迎的吉祥物,在家里摆上聚宝盆,会形成一个财气自然聚集,声望家宅的好风水。 选择上,要特别注意聚宝盆的形状,只要记得四要绝度大,口小,有盖葡萄光,就能让你财源滚滚来咯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这个单元的朋友记得帮影片按喜欢,并到以下社群搜寻,与杨乐国家族,我们下次见。